大家好 我是阿明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请大家点击订阅 支持一下我们频道 有想看的内容 也请留言 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 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些有益的资讯 谢谢大家 事先声明 节目只是尽量客观 陈述事实 不代表本人观点 由于印度变异病毒株Delta的快速传播 导致2019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 在全球范围内 持续快速蔓延 科学期刊自然发表一份科研报告称 南非发现新的变异病毒株C.1.2 变异程度超过目前已知所有的变异病毒株 据南非卫生部公布数据显示 8月30日 新增确诊患者7740人 累计确诊患者2764931人 新增死亡患者134人 累计死亡患者达81595人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 科学期刊自然发表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 花族鲁纳塔尔研究创新核测序平台 一份医学科研报告 报告称 今年5月 南非首次发现新的变异病毒株C.1.2 现已扩散到南非至少6个省 感染该变异病毒株患者 在南非确诊患者中的比例分别是 5月0.2% 6月1.6%和7月2% 这种新的变异病毒株C.1.2 是第一波疫情变异病毒株C.1 进化演变而来的 每年进行41.8次突变 与目前所知其他受关注的变种的变异病毒株相比 新变异病毒株突变速率多一倍 是目前所有已知变种病毒株中变异程度最高的一种 报告称 C.1.2病毒传染性 复制速度 免疫逃逸等一系列数据都有所增强 像是一个强力病毒株核体版 即在病毒突变方面 具备了Alpha、Delta等变异病毒株的所有特点 与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原始病毒株相比 C.1.2基因变异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已知变异病毒株 传染力和规避疫苗能力可能更强 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数据显示 中国、英国、新西兰、瑞士、葡萄牙、毛里球斯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七国都已经发现了这种变异病毒株 目前至少已有80例相关病毒株测序报告 回顾阿南德的预言 他曾提到 6月20日后美国、日本、印度以及欧洲各国都会发生大事 多国随即发生疫情 美日两国更先后发生大楼倒塌、河土石流的灾情 在7月的时候 他说火星土星在相对位置 世界的不安动荡更加明显 当时就发生日本净钢土石流、中国河南水灾、美国迈阿密公寓倒塌 早在6月 他预言8月、9月木星将处于摩羯座中 对世界不利 8月台湾发生南部水灾、希腊、土耳其大火、海地地震 日本办完冬奥之后疫情攀高 以及美国退出阿富汗 塔利班重掌症 大批难民逃离画面震撼世界 阿南德在最新一次的预言中提出警告 还有两个时间点要当心 分别是9月到11月与2022年4月火土大河的时候 其中9月到11月情况会急转直下 要迎来最糟的时期 恐有新一波疫情爆发 冲击全球经济与股市 而目前南非与C.1.2有关的确诊比例 有5月时的0.2%增至6月时的1.6% 7月时再增至2% 专家指出 这种短时间内增长的幅度 与之前β和delta变种 在当地传播的情况相似 这是否意味 阿南德的预言再次成真 将又有新一波疫情爆发呢 不过无论如何 预言只能作为参考 注重个人卫生 积极锻炼 增强体质 提升免疫力 在精神层面 注重个人道德修养 不做坏事 多种善因 无论从何角度 都是对人有益的 在这动荡不平的世界 祈祷世界人人平安 健康喜乐 谢谢观看地球旅客频道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与点赞 还有点击小铃铛 谢谢你们的支持